哇塞 家旦们 大佬就是好喝 运弹币都是一飞机一飞机的运 浪小子 我最信任你们保安队了 你们一定要做好安保措施啊 放心吧 大佬 有我们保安队在 你的弹币一分都不会傻 喂 弹币掉了 弹币掉了 我走了 拜拜 真粗心啊 弹币掉了都不知道 反正大佬也不缺这个弹币 不如呀 我就像大了吧 你的弹币一分都不会傻 不爱 拿来吧你 好可怕呀 笑笑 这边我来巡逻吧 你去 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何方妖孽 赶那弹带老仨也 我是恶人 专吃那些贪心之人 一个弹带子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被我吃掉了 想要救他 就和我挑战一场豪赌游戏吧 很好 谁怕谁啊 我接受挑战 来来 兄弟们 来个场点算 强烈推荐 给让个我加加油打打气 营救出秀妹子 呦 这不是最近很火的 恶魔轮台游戏吗 还好狼狼我早饶闻啊 另外 你们老让我玩其他游戏 不是狼狼我不玩 而是你们没发现 弹仔其实就是个 无物商店嘛 啥游戏它都能复刻出来 来吧 废话不多说 第一场比赛 上来我和恶魔 各有两点血量 场内给了 两颗石弹 和五颗空弹 这游戏的规则是 如果对自己开枪为空弹 那就可以再开一枪 七分之五的概率是空弹 命运在手 命由我不由天 所以这第一枪 行吧 这都让我遇上了 主动拳招 也落在了恶魔手里 看他怎么选吧 可以看到 恶魔现在对自己开了一枪 是空弹 可以继续开枪 第二枪恶魔还是选择 朝自己开 可以理解 毕竟有五分之四的概率是空弹嘛 好嘛 这五分之一的概率都被他碰上了 这算是运气好 还是运气不好 一人损失了一根血 剩下全是空弹 直接跳过 接下来第二轮 还是给了两颗石弹和五颗空弹 我们先手 来吧 让个我从来不喜欢把命运交给别人 所以第一枪还是 很好 空弹 这第二枪嘛 现在我们只有一点血了 所以还是谨慎一些吧 朝恶魔开 空弹 这下轮到恶魔了 他的选择是 朝自己开 我了个道 今天欧气爆棚啊 恶魔两枪 把自己给崩了 第一场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赢了 第二场 就是刀具赛了 我们获得了 一个放大镜 效果是 查看当前枪堂里的子弹 两个手铐 效果是 限制对方下一回合行动 上来 双方各有两点血量 子弹为 两颗实弹 和两颗空弹 这次恶魔先手 上来就把我铐住了 很好 是空弹 接下来 恶魔又使用了手铐 看来无论如何都得被打了 现在只剩一点血量了 恶魔使用了饮料 效果是 退出一颗子弹 哎 二分之一的概率 拜托 一定要退出实弹呢 nice 幸运女神眷顾我 退出的是实弹 下一发空弹我们跳过 接下来 我又拿到了 小刀和面包 效果分别是 造成双倍伤害 和恢复一点血量 这次子弹是 一颗实弹 两颗空弹 恶魔先生使用了面包 恢复了一点血量 接着又把我铐住 还好是空弹 紧接着恶魔使用了饮料 拜托 退出实弹 退出实弹 完了 退出的是空弹 想跑 门都没有 没关系啊 三局两胜 还有一次机会 接下来是 三点血量 两颗实弹 一颗空弹 咱们先使用放大镜 很好 是实弹 先把恶魔给靠住 然后用小刀呢 上个双倍伤害 走你 还剩一颗实弹 一颗空弹 再用放大镜看一下 很好 还是实弹 拜拜了您嘞 哎 可算出来了 过来 好你个秀儿 竟然敢偷偷拿我干地 我花重金 请你们保安队 来负责安保工作 你们就这么报答我是吧 我以后再也不乱拿别人东西了